北京时间12月20号晚,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正式公布2022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吉镇大寨村成功入选 通过发展旅游,当地村民成了扛着篱笆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游的两栖农民 大寨村位于龙吉梯田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地带 其龙吉梯田始建于元朝,距今已有650多年历史 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由于地处崇山峻岭深处,大寨村曾极度平昏 2003年,大寨村修通了公路 金坑大寨瑶族梯田景观区正式对外开放 当地充分利用农耕梯田、红瑶民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发展梯田景观旅游 曾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 在景区内经营农家餐馆和民宿 出售手工艺品表演民族歌舞 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 很多村民赚到的钱越来越多 老木楼开的农家餐馆也变成高楼房餐厅 有的村民富裕后还在自己宅基地上投资建起了高端民宿酒店 据统计2021年大寨村的游客接待量达到了60多万人 实现旅游营业收入5.28亿元 通公路之前我们基本上能维持一个温饱 通公路以后开发了旅游 大家都盖上了新房子 很多连之前都往外面嫁的女孩子 现在都已经返回来了 我们村里面开民宿可以达到90%左右 我们村里面平均的收入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块左右 多的话家庭的收入最多的可以达到100多万 通过发展旅游业 大寨村走上了一田升五金 即梯田流转有租金 梯田入股乡金 梯田务工正现金 梯田维护得奖金 梯田旅游发新金的旅游产业振兴之路 据介绍旅游景区以合作方式 让大寨村村民共同参与经营管理 村民负责种植水稻和维护梯田景观 景区则每年将门票收入按一定比例给村债分红 我们从门票收入里面提取10% 作为梯田的维护费 村民要种田 我们就以每亩1000元补贴给村民 黄金周的时候为了延长这个观景期 我们还以200块钱一亩田的补贴方式 再补贴给大寨村民 近2019年通过梯田入股 旅游门票旅游所到收入等项目 获得分红达720万元 全村1212人获得分红 曾经被称为空壳村的大寨村 如今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旅游制服村 先后荣获中国经典村落景观 国家生态村等称号 其减评经验还走出了国门 2019年大寨村村民代表到老挝象农村 进行友好村互访交流 开展旅游扶贫合作 自然领村民代表到保存尤 进行友好村互访交流